蛮荒,之前的战场处,大天使等人呼吸急促,神情凝重,白小淳也站在那里,脑海嗡鸣,他看到了藤条的落下,可因北部长城距离太远,他看不到这藤条斩杀天尊的一幕。 可天尊那蕴含了愤怒的声音,却是回荡在蛮荒中,久久不散,使得众人都在这稀奇下不由地看向守灵人。 守灵人的强悍,白小淳之前知道,可如今亲自看到了这一战,他才真正意义上地明白了,这守灵人的战力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个小女孩与天尊联手,竟都被重创逃遁,白小淳咽下一口唾沫,他琢磨着自己要抱紧守灵人的大腿,毕竟如今自己的身份已经从小女孩那里说出,大家都知道了。 一想到自己在蛮荒做出的那些事情,白小淳就心头一颤,紧张无比。 他明白,当自己化身白号时,都有太多的人对自己恨之入骨。 而现在,得知自己就是通缉犯白小淳后,估计要杀自己的家伙,将充斥整个蛮荒,排队来杀的话,一天杀自己一次,估计都可以杀自己个上百年。 能救我的,只有守灵老爷爷了,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和他老人家拉紧关系啊。 白小淳心里念叨着,趁着众人没注意,小心翼翼地向着守灵人那里靠近,脑子里快速转动,琢磨办法。 在这众人被这一战震惊时,守灵人却心中暗叹一声,他没有追击,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实际上若有可能,他不想现在就与天尊发生这种程度的一战。 实在是,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同样的,他也不想施展这种对整个世界造成永久伤害的神通,此刻的天空上那五道裂缝将伴随世界永恒存在。 而大地上多出了一座大山,一条血河,一座金顶,以及一轮太阳。 这些,也都是永恒存在的,也只有守灵人自己明白,这神通术法,的确如天尊所说,就算是守灵人自己,也再无法继续施展。 因为这金木水火土,如同人的五脏,具备唯一性的同时,也是守灵人这里,最终极的杀手锏了。 可惜,只斩下他的血发,没有将其斩杀,守灵人内心难难,他的容颜在这一刻,明显的衰老了不少,气息也慢慢散去,只是心中的遗憾,却久久无法释怀。 这个局,既是天尊算计他,同样的,也是守灵人精心准备,要反杀之局。 只是眼下,谁也没有成功。 对于没有击杀那个小女孩,他没在意,实际上那是他故意的,这个小女孩的来历他清清楚楚,之所以不击杀,是为以防万一,在对方身上,他有更大的目的,需要这小女孩不自觉中去配合。 他在意的,只有天尊,就在守灵人这里遗憾时,忽然的,一个女子冰冷的声音,似从牙缝里挤出一般,在这寂静的战场上回荡。 白小纯,你还想跑? 说话之人,正是红尘女,她从那震撼中恢复过来后,第一眼就看向白小纯所在之地,立刻就看到白小纯正悄悄地似要逃走的身影, 顿时就想起了当年在地宫内的一幕幕,低贺起来。 他的低贺,顿时让四周众人,也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纷纷侧目看去,巨鬼王神色古怪,大天师目光一闪,看向守灵人。 至于斗圣王与九幽王,则是皱起眉头,唯独灵灵王,咧嘴一笑,那笑容里似不怀好意。 而陈好松等天公,一个个就面色极为难看了,之前战斗惊人,他们没功夫理会白小纯,可现在战争结束,他们再次看向白小纯时,想到了对方居然用白昊这个名字,在蛮荒掀起的腥风血雨,顿时目光不善。 白小纯顿时吓了一跳,内心紧张忐忑,面色变化,赶紧加速后退几步,同时连忙高呼。 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解释,半神没动,天公也没动,只有红尘女,她面色颇为难看,恼羞无比。 一想到这白小纯在地宫内的事情,又想到此人居然成为了自己的未婚夫,这种种思绪融合在一起后,使得她爆发了,此刻身体一晃,直奔白小纯。 白小纯,你给我一个交代,红尘女怒吓中,急速而来,此莫你,我救过你的命啊,我是你救命恩人。 白小纯更紧张了,急速后退时,更是向着巨鬼王大喊,岳父救命。 这四个字,让那些半神一个个神色更古怪了,巨鬼王也都尴尬地咳嗽一声,装没听到,而红尘女听到这四个字, 整个人更是爆了。 闭嘴! 说着,他速度更快,白小纯眼看如此,也着急了,索性向着守灵人跑去,一边跑,还一边高呼。 师尊,救命! 师尊二字一出口,大天使猛地吸了口气,巨鬼王也愣住,九幽王,窦圣王还有灵灵王也都神色一变,陈好松等人更是内心咯噔一声。 哪怕是红尘女,也都呆了一下,脚步停顿,眼睁睁地看着白小纯直奔守灵人进前,在那里如弟子拜见师父般恭敬地拜见。 就算是守灵人,此刻也都哭笑不得,看着白小纯紧张兮兮地,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守灵人似无奈地摇了摇头,袖子一甩,没有与众人说话,而是卷着身边的白小纯,一步走向虚无,刹那消失无影。 四周一片寂静,大天师等人望着守灵人离去的方向,都在心中翻起无数思绪,白小纯最后的师尊二字,算是彻底地震慑了他们。 陈好松更是心中意紧,快速地打消了要找白小纯麻烦的念头,虽最终守灵人没有开口承认,可其临走时,带着白小纯的举动,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尤其是大天师,他早就看出白小纯身上有守灵人的痕迹,此刻沉默少请,与身边的四位天王沟通一番,出于对明皇的敬畏,他们将白小纯的事情列为绝密,对四周众人下了封口令。 如此一来,就算是事情传开,蛮荒之休也只是知晓,那小女还是假白小纯罢了,并不知道白小纯的真正身份。 有了这样的约定后,众人相继离去,实在是这一战太过突然,也太过重要,他们需要尽快部署,毕竟从此之后长城坍塌,格局或许也将改变。 最后离开的是巨鬼王与红尘女,巨鬼王看着神色复杂,似有些迷茫的女儿,也叹了口气。 莫尔,此事是未复考虑的不周,你们的婚约取消吧。 红尘女沉默,看着白小纯离去的半空,没有说话,脑海里浮现的是在自己的生死劫中, 白小纯拉着自己亡命逃顿的一幕幕,是在自己危机下,依旧不肯独自逃走,保护自己的一幕幕。 随着众人散去,此地慢慢平静下来,只有那天空的五道八痕,地面上的一处处沟壑,证明了这一场斗法,撼动了世界之本。 明河禁地,明河岸边,此刻有两道身影,似从虚无中走出,正是守灵人与白小纯。 刚一出现,白小纯就心头紧张无比,她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已被下了封口令,此刻惶惶中可怜兮兮地望着守灵人,乖巧地拜见。 守灵老爷爷,那个,我也不想欺骗大家,您了解我,知道我白小纯心底善良,不喜欢惹事,很是乖巧,我只是想回逆河宗而已,实在是他们都要杀我啊, 我只能装扮成另外的身份,就这样一路走下来,什么重恩令啊,监察室啊,抄家啊,这些我都不是故意的,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白小纯赶紧开口,一边说着,一边打亮守灵人,可说着说着,她自己也觉得委屈,琢磨着自己,的的确确没错啊,这一切都是随波逐流,自己也不想的。 守灵人面无表情,打亮了白小纯几眼,右手抬起时,手中多出了一枚黑色的令牌,扔给了白小纯。 四条长城,已被天尊用通天海水封印,任何人无法进出,我如今无法离开满荒,送不了你,你确定想回逆河宗的话,可以走生命禁区,持此令,可保你安全。 白小纯一愣,接过令牌,持令一入手,通体冰寒,一看就是个宝贝,白小纯赶紧收起,她知道生命禁区,也有人乘势无人禁区,弥漫在通天区域与蛮荒之间,无人能通行其内。 唯独四处能通行的地方,就是长城所在之地了,而有了这枚令牌,可以通行生命禁区,白小纯就可以随时离开,且走生命禁区的话,她回逆河宗的速度将更快,毕竟按照白小纯当初的计划,走长城之路的话,还需在海边等船,回星空道集中转一下。 一想到守灵人居然对自己这么好,白小纯顿时就感动了,她不认为这令牌是假的,毕竟守灵人若真想灭了自己,也不需要用什么阴谋,一巴掌就够了。 老爷爷,你是我亲爷爷,那个,我先走了。 白小纯激动中赶紧开口,说完就打算离开,她觉得自己现在于蛮荒很危险,趁着如今,众人都被自己那一声师尊迷惑,要抓紧时间逃走。 唯独天尊的态度,让白小纯迟疑,可她一琢磨自己是个小人物,想来那种大人物不会与自己一般见识,况且自己又没得罪天尊。 我悄悄回去,应该没事。白小纯迟疑了一下,可还是觉得,相比回到密河宗,如今身份暴露后,还是在蛮荒的危险更大一些。 可就在白小纯打定主意,要尽快离开时,守灵人站在明河岸边,背对着白小纯沙哑地开口。 还记得,当年你问老夫的名字时,我的回答吗? 啊,白小纯脚步一顿,看向守灵人,有些迷惑对方,怎么突然说起了这个? 这片世界,你可以看成是一座大墓,埋葬着一尊叫做魁的主宰,而老夫就是守护他的坟墓的守灵人。 守灵人声音越发沙哑,他的容颜也在这一刻明显地苍老了很多。 主在陨落后,关闭了通往外界的世界之门,定下遗嘱,除非有人修炼,其传承达到了大成径,也就是天尊,方可打开世界之门,否则的话,任何人不可离开此界。 守灵人轻声开口,沧桑的墓中露出追忆。 坟墓 白小纯吸了口气,有关这片世界的事情,他之前零零散散,也都了解了一些,可眼下是听得最完整的了。 尤其是这片世界居然是坟墓,这就让白小纯睁大了眼,内心一颤。 而他的后人,成为了这片世界的皇族,于是有了代代魁皇,于是这片世界有了名字,叫做魁皇界。 守灵人没理会白小纯,似在自言自语,喃喃中,一股岁月之感,悠然而起。 如没有意外的话,或许在很早前,就已经出现了半神之上的大成敬皇者,只是意外,偏偏就出现了。 一个修士,凭着其惊艳绝伦的天资,竟自创出了天尊法,走了另外一条道路,颠覆了魁皇朝。 说到这个修士时,哪怕守灵人声音低沉,可白小纯还是隐隐听出,对方似有欣赏之意,可见这修士的天资是如何的精彩绝艳,而这修士的身份,白小纯也已经心知肚明了。 而老夫,不能去干预,有很多事情,我知道,可却没办法去做,我毕竟只是一个守灵人,守护主宰的大幕,守护轮回,守护世界之门。 我第一次强行出手,也只是让皇族不灭,于这蛮荒里,继续留有香火,而强行干扰的代价,则是我的存在,缩减了一半之多。 这位修士,也在多年后找到了我,想要离开此界,想要打开世界之门。 他非正统,老夫自然不允许,可我也告诉了他正确的方法。 只是,他不适合魁的传承,他一次又一次找到老夫,用尽了各种办法,最终他似乎明白了,只有斩灭老夫,他才可以离开。 此人,你应该也知道是谁了,他叫通天道人,也是你之前看到的天尊。 守灵人说到这里,转过身,看向白小纯。 白小纯听着守灵人的话语,内心掀起波澜,可这波澜,在他看清了守灵人的面容后,却是更大了。 老爷爷你,白小纯失声,眼前的守灵人,其样子竟一下子苍老了太多,好似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般,与之前比较,差距极大。 甚至白小纯都感受到了一股虚弱感,在这守灵人的身上正慢慢滋生。 我已经老了,存在了太久太久,或许当年的主宰,在创造我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我会存在这么久远,按照原本的命运,世界大门打开的一刻,就是我陨落之时。 守灵人缓缓开口,对于自己的苍老,没有半点在意。 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强行出手,可惜,哪怕动用了尽数,也依旧没有将其斩杀。 而我,也因这一次的出手,使得存在的时间又一次缩减,这片世界也因尽数的疤痕,出现了要破碎的征兆。 守灵人摇头,神色内很是遗憾。 白小纯喘息急促,他此刻才算是彻底明白了因果,也看出了守灵人的遗憾。 除了是这一次没有击杀天尊成功外,也有在多年前,在他刻意成功时,却碍于种种限制,没有选择出手,使得天尊成长的遗憾。 怕是也正因此,才有了这一次的弥补。 斩杀失败,也在老夫的意料之中,只不过还是想要尝试一下罢了。 实际上,在你还没有来到蛮荒时,老夫就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 守灵人轻叹一声,目中慢慢深邃,看向白小纯。 明皇继承人 白小纯呼吸至了下,心跳加速,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当他看到守灵人点头后,白小纯顿时内心一震,他觉得自己若是此刻还不明白,那就是太愚笨了。 这很明显,是自己的优秀,被守灵人看中了,要让自己成为他的继承者,成为明皇。 一想到自己要成为明皇,白小纯就激动无比,此刻深吸口气,干渴一声,忍着得意谦虚的几句。 那个,老爷爷,其实我也没那么优秀,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啊,对了,明皇继承人都要做什么事情啊? 融入明河,浑阵明宫,守护主宰大幕,镇守明河轮回,镇守世界之门,一切非正统,不可出门。 守灵人大有深意地看了看白小纯,缓缓说道。 白小纯一听这句话,有些傻眼,后面的还好,可前面的那几句,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啊。 于是连忙问道,老爷爷,浑阵明宫是什么意思啊?浑进了明河,那,那不就是死了吗? 白小纯紧张了,当他看到守灵人再次点头后,白小纯顿是吸了口气,面色都白了,使劲摇头。 老爷爷,这个,你看我也不是那么的优秀,我这人啊,闲不住,毛病也多,我要是镇守明河,一定会出事的,这么大的责任,我这小身板扛不住啊,那个,你找别人吧。 我,我先走了,老爷爷。 白小纯紧张说着,立刻退后几步,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守灵人右手默然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抓。 白小纯惨叫一声,都快哭了,赶紧高呼。 老爷爷,我真的不行啊,我走到哪里,哪里都要被我无意中祸害了,我不想害你啊。 过躁,老夫还没昏头道,让你来做继承人。 守灵人皱起眉头,一抓之下,并非是抓白小纯的身体,而是他的除袋,刹那间,白昊所在的魂塔,就从除袋内飞出,落在了守灵人的手中。 老夫选择的继承人,是白昊,不是你。 守灵人淡淡开口,啊,白小纯呆了一下,有些傻眼。 不但是白小纯傻眼,那被守灵人一把抓住的魂塔内的白昊也都傻眼了。 他在那魂塔内,目瞪口呆地看着守灵人,满脑子都是嗡嗡的。 实在是这一幕逆转太大,之前的激战,白昊魂不敢出现,直至到了证明河后, 他才在魂塔内,小心翼翼地观望外界,也听到了方才守灵人的话语,甚至对于自己师尊,要成为明晃而激动。 可却怎么也没想到,下一瞬,自己就被守灵人抓了出来,更是说出了,明皇继承人居然选中了自己。 前辈,您,您是不是弄错了? 我,白昊心神震动,担心白小纯不悦或是误会,焦急地赶紧开口,一旁的白小纯睁着大眼睛,他倒没有什么不高兴,而是此刻满脑子都在回荡一个念头。 我的徒儿要成为下一代明皇。 天啊,这是真的吗? 我的徒儿如果是下一代明皇,这整个蛮荒谁敢惹我? 白小纯脑海里浮现的,全部都是这样的思绪,越想越是激动,尤其是一想到,以后谁惹自己,只要自己一抬手,徒儿就能将其镇压得一幕幕后,他就更是振奋无比,只觉得下一瞬,自己就天下无敌了。 什么九幽王,大天师,陈好松,谁敢惹我,谁敢瞪我? 在这激动中,白小纯得意忘形的一拍大腿,仰天大笑中,他兴致盎然到了极致。 妙啊,老爷爷你这个人选实在是太妙了,我这徒儿天生就适合作为明皇啊,整个蛮荒再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白小纯激动开口时,眼看白昊焦急的似要说些什么,于是很是决断的一摆手,摆出师尊的姿态。 这个事,我作为他的师父,就带白昊同意了,就这么定了。 守灵人目光深邃,看了看白小纯,又看向白昊,没有人在这之前能猜到他的想法,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继承人,选择的就不是白小纯,哪怕白昊也只是他的候选人之一。 如周一星,如当年的陈家添交的魂,还有很多都是守灵人选择的候选人,甚至名榜上的那些也都是候选人。 只不过,如何能从众多的候选人里晋升到真正的继承人,重点不是守灵人,而是白小纯。 因为在守灵人的眼中,白小纯的存在比明皇接班人还要重要,所以他自然不可能让白小纯成为明皇,因为在守灵人的期待中,白小纯将有更大的使命。 所以,当年白小纯第一次出现在蛮荒的丛林时,才会巧合无比地与白昊相遇,当时白小纯离开丛林时,守灵人的身影就曾出现过,那个时候他目中的深邃与现在一模一样。 所以,在炼魂湖内,白小纯才会与白昊的魂相遇。 守灵人的目的,就是要让白小纯与白昊产生一个接触的机会,乃至后面的很多事情,都有守灵人在暗中的推动。 这一点,当年白小纯也产生过一些疑惑,可却线索太少,找不到答案,也就没有去太过关注。 只不过,就算是守灵人,也都没想到,白小纯与白昊之间的师徒感情,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事情身后到了极致,毕竟他能做的,也只是给白昊一个机会而已。 如果他能得到白小纯的认可,那么,他就可以从候选人晋升为真正的继承人。 而如果白昊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守灵人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替换掉,选择其他的候选人,来推动他们与白小纯接触,直至找到一个能让白小纯认可之人,成为自己的继承者。 因为,在他的思续里,白小纯的认可,才是成为明皇继承人的唯一条件。 只不过这些事情,他不会去开口告诉白小纯,此刻目光深邃依旧,在白小纯与白昊身上看了看后,守灵人最终望向白昊,声音沧桑,似从岁月而来,缓缓开口。 白昊,你愿意成为老夫的继承人吗? 世尊,白昊有些忐忑,这件事情的发展,让他措手不及,此刻连忙看向世尊。 赶紧同意啊,乖妥儿,这可是你的造化。 白小纯生怕自己这个弟子关键时刻昏了头,于是焦急到,在他看来,这对白昊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白昊迟疑了一下,望着世尊,目中露出复杂,实际上在他看来,明皇继承人什么的,他不在意,哪怕一步登天,可也比不过能伴随在世尊的身边来得快活。 对他而言,世尊是唯一的亲人,也是他唯一认可之人,其重要的程度超越了一切。 可他也明白,世尊在蛮荒得罪的人太多了,而一旦自己成为了下一代明皇,整个蛮荒将没有人敢去招惹自己的世尊。 想到这里,白昊狠狠一咬牙,他转头看向守灵人,忽然开口。 前辈,晚辈可以成为您的继承人,可您不是我的师尊,我的师尊永远,只有一个。 白昊声音坚决,目光果断,他可以选择成为下一代明皇,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师尊,可他不能接受改换门庭。 这番话,让白晓纯内心一震,他望着自己的弟子,目中越发柔和,这个弟子的秉性他了解,也知道白昊对自己的那种师徒感情,这一切都让白晓纯的心中很是温暖。 守灵人面无表情,可心中却在这一瞬有了笑意,实际上他哪怕对白昊已经很了解,可依旧还是并非完全放心,实在是下一代明皇太重要了。 所以,就算是到了现在,他对白昊的试探也都始终存在。 如方才他的话语,就是试探,而白昊的回答以及那不含丝毫虚假的情感表达,也让守灵人对于白昊更为满意。 好,守灵人点了点头,白昊松了口气,心底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出,可守灵人却没给他这个机会,大袖一甩。 一抹红芒从其袖口飞出,直奔白小春。 白小春一愣,下意识地接住后,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丝血色的头发。 此发一出,天地轰鸣,似有无声的咆哮从虚无传来,引起苍穹色变。 一个巨大的漩涡,竟在白小春的四周凭空出现。 轰轰之声回荡时,这头发仿佛要挣脱,白小春下意识地钻住时,那股生机之力更为磅礴,更为强悍,似乎要脱离白小春,飞向虚无。 手灵人目光一闪,大袖一甩,顿时那咆哮带着不甘消散,苍穹也都平静下来,一股看不见的封印直接就烙在了那头发上, 使得这头发哪怕具备再多的生机之力,也都无法逃顿,只能乖乖地被白小春抓在手心内。 随着抓住,这头发散出的生机之浓郁,让白小春只是碰触,就立刻全身轰鸣,他呼吸顿时急促,几乎瞬间就忍出,此发,就是天尊额头上,之前的那一丝血发。 此发的生机,可以让你的不死骨直至达到巅峰,算是老夫给你的一场造化。 守灵人淡淡开口,带着白昊向前一步,顿时鸣河显露出来,汹涌澎湃,翻滚中,守灵人踏入鸣河,身影随着鸣河的流淌,刹那远去,消失无影。 直至守灵人与白昊离去,鸣河也消失,露出了鸣河禁地那干枯的河道,四周也在这一刹,安静无比。 只剩下白小纯一个人,拿着那血色的头发,呆呆地站在岸边,正正地看着自己弟子远去消失的方向。 这一切太快了,白小纯虽对于成为明皇没有兴趣,也很希望自己的弟子能成为下一代明皇,可眼下突然地,徒儿离开了自己身边,他的心中不由地生起不舍以及失落。 除鹰长大了,总是要离开老鹰的怀抱,飞向更宽阔的天空,白小纯叹了口气,安慰自己一番后,又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说是真正的大人物了。 现在的蛮荒,我绝对是最至高无上的了吧,道吕是天人,岳父是半神,弟子更是明皇。 大天使看到我,都要自叹不如啊。 白小纯一想到这里,心脏跳动加速,忍不住激动起来。 带着的对弟子的祝福,带着对自己身份的激动,白小纯低头看向手中的发丝,心脏忍不住又秃秃了几下。 天尊的头发 这头发,我记得是他头顶众多发丝中唯一的一根红色,可以想象,这必定是个宝物,对天尊而言,也都极为重要。 白小纯一想到这里,顿时有些紧张,下意识地四下看了看。 原本明和近地有修士镇守,可如今这里,却没有半个身影,显然要么就是守灵人的手段,要么就是之前的激战太过惊人,长城都崩塌,导致蛮荒内开始了布局与调动。 白小纯确定了身边没人后,内心纠结了一番,最后狠狠一咬牙。 他奶奶的,老子怕个鸟,这可是守灵老爷爷给我的,从此就是我的了。 再说了,按照守灵老爷爷的说法,吸收此发,我的不死骨就可以达到巅峰,这种机缘,就算是这头发是天王老子的,我也吸了。 经历了蛮荒的磨练后,白小纯的胆子也都明显地比以前略微大了一些,此刻咬牙中, 他赶紧在这明河近带找了一处区域,挖出一处洞府,立刻选择了闭关修炼。 在白小纯这里修炼时,在这片世界内,在蛮荒的虚无中,仿佛另一处空间里,有一条黑色的大河,这大河正是明河。 四周天地暗淡,似乎没有多少光芒,只能依稀看到那条明河在这片虚无里翻滚流淌, 而在明河的尽头,那里存在了一处巨大的宫殿。 这宫殿通体漆黑,屹立在虚无里,弥漫在明河水中,充满了森然的铜石, 也有一股无上之力环绕,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魂, 从明河内被推来此地,环绕明河一圈后,又消散在了虚无中,仿佛被送去投胎一般。 这里正是明皇宫,掌轮回,主生死。 明皇宫中,大殿内依旧昏暗,四周竖着两排雕像, 这些雕像都样子猙獰,看起来仿佛名将一般, 而在最上手,则是摆放着一张黑骨大椅。 此刻守灵人的身影,一步走出,坐在了椅子上时, 他的身上散出了一股霸道的气息, 如同至尊,如同神奇,他的头顶竟出现了地关, 他的身上黑袍竟浮现出了明龙之影。 他袖子一甩,立刻白昊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名皇宫内。 刚一出现,白昊有些局促,看向四周后, 被此地这森然之意,以及那浓郁的死亡气息所震动, 又看向坐在大椅上,面无表情的守灵人,白昊低头,抱拳一拜。 白昊,守灵人目中露出精芒,这光芒逼人, 好似蕴含了天地威压,如同滚滚天雷, 轰鸣落下,使得明皇宫震动, 外界的明河更是翻滚剧烈无比。 这一刻的守灵人,与在白小纯面前时, 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不同, 似乎这个时候的他,才是真正的威严明皇。 白昊也看出了这一点,紧张时, 神色也都严肃起来。 白昊,你听好。 守灵人默然开口, 他的声音蕴含了一股奇异之力, 直接就穿透了白昊的魂体, 似进入到了他的魂魄深处, 可以看到他魂魄哪怕一丝一毫的波动, 可以辨别接下来, 白昊的所有思绪, 甚至可以看出他的回答, 是真是假。 白小纯现在是你的师父, 以后也是你的师父。 做完这些, 守灵人的声音满是威压地回荡在民宫内。 本皇虽改动你的命运, 使得你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可他收你作为弟子, 这不是本皇安排的, 这是你们的命运如此。 而你之所以能成为老夫的继承人, 不是因为老夫认可, 而是因为你师父白小纯的认可。 你记住, 你的使命不是镇守明河, 不是镇守轮回, 而是帮你的师尊看护明河, 去守护你的师尊, 一生不得背叛, 否则的话, 明河反噬, 行神俱灭。 守灵人声音如同天雷, 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直接轰鸣爆发, 撼动天地, 使得明河仿佛要崩溃, 在明宫外传来轰隆隆的巨响。 无数魂影都在这一刻颤抖, 向着明宫膜拜。 而白昊那里, 也是魂体震动, 可他却没有半点犹豫, 更没有什么迟疑, 沉声开口。 白昊的生命中, 永远没有背叛这两个字。 他说的郑重, 更是有发自肺腑的真诚, 在他的世界里, 白小纯是对他恩重如山的师尊, 更是他唯一的亲人。 而守灵人对他说出的话, 他内心深处, 没有丝毫抵触, 完全符合他的想法。 此刻说出时, 丝毫没有作假, 堂堂正正, 坦坦荡荡。 守灵人目中慢慢露出欣赏, 这是他最后一次对白昊的考验, 实在是下一代明皇, 太重要了, 他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而白昊的魂体, 也让他明白白小纯的选择, 没错。 一个月后, 你就是明皇。 守灵人缓缓说道, 右手抬起, 向着白昊一指, 顿时他的身体震动中, 属于他的传承, 属于他的神通, 涌向白昊。 更是在这一刻, 明宫内外, 浮现出无数符文, 这些符文急速闪烁, 环绕起来, 形成符文漩涡, 好似风暴一般, 轰轰转动中, 明河也都更为翻滚, 传承开始了。 在这新老明皇传承交替的同时, 蛮荒中, 明河禁地内, 一处洞府里, 白小纯对于那天尊的血法的吸收, 也在进行。 不死卷, 分为皮, 肉, 筋, 骨, 血。 白小纯从开始修行时, 始终都在修炼不死长生宫的不死卷, 如今已到了不死宫第四卷的立古境界, 在立古之后, 还有天古, 乃至最终的不死骨。 而修炼不死宫的关键, 就是生机, 只要有浓郁的生机, 就可让修炼者, 一步登天, 突飞猛进。 在这之前, 白小纯的修炼, 都是通过永夜伞, 去吸收那些蛮荒天骄的生机, 使得他的不死卷第四层, 从脆骨突破, 到了立古。 可现在, 随着那蕴含了天尊生机, 被他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保命血法, 被白小纯吸收, 立刻白小纯体内就传出超越天雷的轰鸣巨响。 在这巨响下, 他的身体颤抖, 他的呼吸粗重, 他全身的骨头发出一连串的咔咔声, 如同是脱胎换骨一般, 好似改变了肉身, 使得他的不死卷第四层, 猛然爆发, 直接就从立古突破, 攀升到了天谷的境界。 而他的身体, 也在这一瞬, 好似成为了一个黑洞, 疯狂地吸收他手心内那根血法的生机, 这生机被大量地吸入白小纯的体内, 随着不死卷的运转, 齐齐涌入他的全身骨骼中, 去进行蜕变般的淬炼。 轰轰轰, 声响越发惊天, 虽外人听不到, 可白小纯自己却听得清清楚楚, 更是立刻就感受到, 自己的天谷境界随着吸收生机, 也在疯狂地攀升。 天谷第三层, 第五层, 第七层, 直至第九层, 再次爆发, 再次突破, 从天谷直接晋升到了不死谷的第一层, 而此刻, 天尊的血法, 也只是被白小纯吸收了小部分而已。 余下的大部分, 都在这一刻, 全力去推动不死谷的攀升。 毕竟, 这最后的不死谷境界, 所需的生机之大, 比之前三个境界加在一起还要磅礴, 而一旦到了巅峰, 那么就代表白小纯的肉身, 不说匪夷所思, 也都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 那是肉身堪比天人的存在, 那是全身的皮, 肉, 骨, 都极难被摧毁的疯狂, 刚强到了极致。 可以说, 等白小纯不死血也大成后, 加上不死血那惊天的恢复之力, 那么白小纯的肉身, 就真的可以达到一种近乎不死的程度, 那是逆河宗外, 底蕴之一的血祖, 达到的境界。 那是不死卷彻底大成。 而如今, 天尊的血发, 使得白小纯的进展, 突飞了一大截, 刺客轰鸣中, 他的不死骨, 直接就从第一层, 达到了第四层, 还在继续。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随着血发一点点的化作飞灰, 沉浸在修炼中的白小纯, 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在他的不死骨径达到了第七层时, 已过去了半个月。 这天尊血发内蕴含的生机太多, 不断地涌入中, 使得白小纯的不死卷, 时刻都在提高。 甚至看那血发的消耗, 似乎就算是将白小纯 推到了不死骨的巅峰后, 也还是会有很多剩余, 而这部分生机, 将会储存在白小纯的体内, 作为他未来不死血的修炼的养分。 同样的, 在这半个月里, 关于天尊和假白小纯 与明皇的一战, 也渐渐传开, 如一场风暴, 横扫整个蛮荒, 无论是魂修, 还是炼魂师, 又或者是各个部落, 都陆续地听说了这件事情。 此事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几乎所有人在首次听到后, 都纷纷倒吸口气, 心神掀起的大浪, 滔天无比。 天尊的身份, 对于蛮荒的魁皇朝而言, 虽不是人人皆知, 可绝大多数还是知晓的, 他们知道, 那是通天河区域的皇者, 其地位之高如同魁皇, 而其修为之高更是超越半身。 也正是因此人的存在, 才使得魁皇朝在多少年前逃到了蛮荒, 在这里扎根, 休养生息, 同时, 这多少年来, 双方的战争就没有停下过。 围绕这四条长城展开的厮杀, 早已化作血海, 双方之间的仇恨, 也随着一次次的杀戮, 越发地沉淀到了极致, 不说是不死不休, 也相差无几。 对于魁皇朝的子民而言, 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杀毁通天河区域, 重新恢复魁皇朝的巅峰。 而如今, 这位通天河区域的皇者, 与其同盟鬼魂的联手, 与明皇的一战, 自然就举世皆惊。 尤其是这场绝世之战的结局, 是那假扮白小纯的女鬼, 重伤逃顿, 天尊一样重伤逃顿, 这对于蛮荒而言, 极为振奋, 使得他们的士气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 就掀起到了惊人的程度。 而随着四条长城坍塌的消息传开, 更是仿佛在整个蛮荒都回荡着冲锋号, 无数人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都热切无比, 不断地有人提议要一鼓作气, 杀入通天河区域。 可大天师等人是理智的, 他们看到了那完整的绝世之战, 知道这一战的代价太大, 同时, 也已经知晓了天尊临走前, 布置在那四条崩溃的长城区域的防护, 这防护, 他们打不开, 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天师借助这一次的机会, 发动整个蛮荒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备战, 这几乎是全民备战, 同样的, 也因此是又给了大天师一个契机, 他几乎是毫无阻碍的, 就将仲文令推动到了彻底, 收获了难以形容的声望, 四大天王也罕见地选择了支持, 实在是这一次的大战, 让巨鬼王等人都被深深地震撼, 他们是最明白真相的, 也清楚, 这一次有明皇, 可下一次呢, 在四大天王的支持下, 蛮荒震动的同时, 也让整个蛮荒对于开战的意愿, 越来越强烈,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第三条消息, 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散开, 虽震撼的程度不如前两条, 可无论是魁皇城, 还是四大王城, 又或者是那些家族, 部落, 等等几乎全部大半蛮荒之修, 都陆续地听说, 这消息里, 很明确地说出, 真正的白小淳, 在蛮荒中另有身份, 虽没有说出具体的身份, 可依旧还是隐晦地点出, 这白小淳在蛮荒的身份极高, 如果与明皇大人一战的那个女鬼, 是假白小淳, 那么在我蛮荒内隐藏多年的白小淳又在哪里, 对啊, 白小淳在我蛮荒多年, 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她的身份又会是谁, 随着消息的散开, 随着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后, 渐渐地, 竟有人猜测, 白小淳就是曾经的监察使, 地品炼魂师白浩, 这猜测如同惊雷, 轰动蛮荒时, 所有的天侯家族, 所有的天公家族, 还有这些年来, 但凡是与白小淳有仇怨的众人, 那些嫡系继承人, 那些天骄, 都在听到了这个猜测后, 无法置信的同时, 也都生起了狂喜, 甚至发动自身的势力, 去传播此事, 在他们看来, 不管白浩是不是白小淳, 反正这是一个绝佳的 斩杀白浩的机会, 就算是地品炼魂师的身份, 也都无法保白浩安全, 哈哈, 我就说这个白小淳不安好心, 化身白浩, 其心可捉, 白浩也好, 白小淳也罢, 我与你不共戴天, 你当年的发情单, 是我这一辈子的耻辱, 杀了白浩, 尤其是那些嫡系继承人, 更是这般, 一个个都叫嚣钟, 似要发动自身势力, 去寻找白小淳, 还有那些天侯, 如赵雄林, 刘勇等, 一个个更是激动无比, 尤其是赵雄林, 他在知道了此事后, 笑声传遍整个赵府, 同时, 这些年来, 与白小淳走得比较近的那些人, 也都一个个目瞪口呆, 觉得不可思议, 尤其是巨鬼城的那些人, 更是一个个觉得匪夷所思, 九幽王的女儿许珊, 也是呆了一下, 彻底愣住, 至于周一星, 如今早就找了个地方躲藏, 内心苦涩, 还有宋缺已被他带走, 扔在了一旁, 因没时间去理会, 所以宋缺还是听到了外面传出的这些消息, 在听到大家猜测, 白小淳就是白号时, 宋缺只觉得五雷轰顶, 整个人都傻眼了, 呆若木鸡后, 壮若疯癫般连呼不可能, 不过也有人关注到, 关于白小淳的事情传出后, 大天师也好, 四大天王也罢, 甚至那十大天宫, 竟都绝口不谈此事, 甚至渐渐的, 那些激动的天侯, 也都似乎得到了什么消息, 一个个稀气中赶紧收声, 甚至也都限制族人, 尤其是赵雄林, 更是仿佛被吓到了, 竟毫不迟疑地立刻闭关, 就在这蛮荒中, 关于白小淳的猜测, 出现了两种极端情况的时候, 第四条消息, 关于明皇继承人的事情, 化作了超越之前三条消息的风暴, 横扫蛮荒, 此事震撼, 对于蛮荒而言, 更震心神, 明皇选择白号, 成为其继承人, 白号不是白小淳, 而是下一代明皇, 这消息如同一个看不到的巴掌, 轰得一下, 就将蛮荒内, 之前所有叫嚣要杀白号的众人, 全部拍得天晕地旋, 脑海嗡鸣无比, 一时之间, 再也没人敢去说要灭了白号, 天啊, 他是下一代明皇, 这, 这以后再蛮荒, 谁敢惹他啊, 该死的, 为什么会这样, 巨鬼城白家要杀他, 危机关头, 巨鬼王保了他, 魁皇城天骄要杀他, 危机关头, 大天使保了他, 还有, 他当初犯了大罪, 杀了天侯, 满朝文武群起而公之, 地品炼魂师的身份也保了他, 如今, 他身份被猜疑, 所有人都要杀他时, 他奶奶的, 他居然成了下一代明皇, 这是所有与白小春有仇恨之人, 在听到消息后, 脑海里浮现的, 最苦涩的想法, 无论是周虹, 还是小狼神, 还是赵雄林, 又或者是其他人, 全部傻眼的同时, 内心害怕起来, 心底的哀嚎与复杂, 已经无法形容了, 他们不得不去考虑, 以对方那让人头痛的性格, 如今有了这样的身份, 怕是必定会腥风作浪一番, 白小春, 成功地在整个蛮荒, 创造了一个奇迹, 甚至此刻在很多人看去, 白小春这一路走来, 充满了不可思议, 堪称神人, 而这个消息, 也让周一星狂喜起来, 宋缺更是松了口气, 他觉得, 显然是大家搞错了, 内心也有激动, 他觉得自己跟着白昊, 算是跟对了, 对方居然成为了下一代明皇, 哼, 那白小春怎么可能是白昊, 提鞋都不配, 宋缺傲然心道, 不痛不服用, 不痛不服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